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政府估计 20年之后的香港 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 将快速增加至佔总人口的30% 有没有想过65家的他们 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 而他们在自己的社区 又创作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好 开始 为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自2015年起 推行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以地区为本 由下而上的模式 在社区推广长者及年龄友善的风气 建构香港 成为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生活的灵活城市 计划联同本地四间大学的 老年学研究单位 连结全港18区 包括区议会 以及近80间非政府机构及社区团体 并训练超过2500位灵活大使 鼓励他们改善自己的社区 以及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 去大学上堂 我都没有想过 因为小时候都没有读过书 怎样为之长者友善 学习家居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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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上宿了 以前面对乡郊问题 我觉得很无助 参加了这个计划之后 现在自己懂了 原来自己是可以发声的 我们可以做推动者 牵头人 带动乡郊参与 原来我们也有影响力 我在湾仔住了四十多年 参加这个计划 是想认识这一区 我觉得身为一个灵活大使 有杂林鼓励身边的长者 多点了解本区的事情 多点发声 好似这里有个交通灯 转灯转得很快 长者根本就走不下 我们红区语言反映过 现在已经加长了 闲人过路的时间 我相信有人出声 就会有人听到 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参加了赛卖会灵活城市计划 发现学到的东西比预期更多 我们在不同活动 学习了很多健康知识 一有机会就会分享给其他老友记 希望多些人关注健康 成为灵活大使之后 对自己社区的归属感的确大了很多 我们试过十几人一起带相机 到区市叉 例如看看厕所充不充足 哪里街灯不够 透过中心建议给区议员 以前怎会想到自己可以贡献社区 但现在的我们绝对可以做得更多 我发现很多想站在家里面 那些东西坏了之后 要找人维修 就不知道去哪里找 也觉得会贵 我以前是做电气维修的 对这方面就比较熟悉一些 就参加了居无外、家点外这个活动 在实际行动里面 就和组员一起去找一些店铺 帮我们的长者做维修工作 大家开始的时候都很担心 但后来很多店铺都很乐意帮我们的长者 就令到我们会很鼓舞 原来要找社区合作 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 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封锡的成果 长者不单只是身心、知识、社会联系上 有所得着 亦有了不同的突破 他们的付出 为社区带来新的色彩和转变 多谢你们为社区成就更多可能 多谢你们一直的积极参与 多谢你们合力为社区付出 多谢你们分享知识给大家 多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多谢你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相信灵活积极的精神 将继续在社区传承 再延续到每一个角落 让香港成为一个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 灵活城市 Actio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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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